国际空间站是在太空中运行的一个空间平台 里面有很多先进的设备 科学家可以在里面的空间实验室里进行研究 目前正在使用的国际空间站 是由美、俄、德等16个国家联合建造的 这个空间站是从1988年开始建造的 一共建造了十多年 在2010年才能够全面使用 这些年来 国际空间站为人类进行太空探索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空间实验室里也进行了无数的实验 可以说国际空间站为了人类科技的发展 做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这个国际空间站毕竟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里面有很多的设备都已经老化了 还有一部分设备已经不能够使用了 其实这16个国家的科学家 也在绞尽脑汁想补救的方法 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没有办法 如果是用火箭把替换的设备给运送上去 先不说这样做的成本有多大 如果把所有损坏的设备都给更换下来 所需要发射火箭的数量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 有专家说 国际空间站会在五年后彻底不能用 而我们国家的天宫空间站 在2022年就会建成 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想着 这将来可以进入天宫里做实验 俄罗斯的专家说 国际空间站还能够使用 而印度的一个专家表示 想想五年后吧 到时候整个宇宙中只有天宫一个空间站 你们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